各位听众大家好,我是赵云铭,继续给大家播讲《大时代国民政府人物列传》,今天我们来讲《南天王陈济堂》的最后一集。 那么上次讲到,中央红军离开了中央苏区北上长征。 那么陈济堂和红军安同款曲,给红军让开了西区之路。 那么红军离开了中央苏区之后, 两广的形势就出现了变化。 因为南京国民政府和蒋介石在红军离开干敏越这一带之后, 国民政府就消除掉了新府大换。 同时,在第五次反围调过程中,国民政府也削弱了当地军事将领的控制力。 这样,蒋介石就开始对限制两广的军事将领,限制两广的地方割据势力下了手。 他变成资源委员会出面整顿当地的乌纱与剃矿的开采, 扩充南京国民政府的裁员。 这是将陈济堂的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给切断。 而在追缴红军的过程中,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势力也南下扩张到了湖南福建, 进而到西南各省,包括原来处于半独立的四川流乡, 也只能妥协向南京国民政府输成。 国民政府铁道部当时最重要的基础建设打通约翰铁路的工程, 在1936年也即将完工。 这进一步强化了南京国民政府与华南经济的连接, 更方便调兵潜将。 南天王陈济堂的下台和两广事变是密不可分的, 也正是两广事变使得陈济堂这位南天王失去了对广东的掌红力。 那么两广事变的产生,一个导火索就是胡汉民的去世。 在两广事变爆发之前, 中国大地上能够和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抗衡的就只剩下两广, 广东广西。 那么广东广西能够和中央政府蒋介石抗衡的原因, 并不是因为说广东广西他们的军事实力可以对抗蒋介石的中央军, 而是因为他们倚仗的是党国元老胡汉民的声望与支持。 我们前面讲李继生的时候就提到过, 胡汉民曾经被蒋介石抗衡, 但后来释放以后,胡汉民就南下。 他在两广一带, 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, 军事委员会西南军事分会, 以军权分制的口号在两广继续存在, 保持着半独立的状态。 胡汉民在国民党中的威望极高, 有他这杆政治上的大旗, 为两广撑腰, 再加上广西和广东, 那么广西就是新贵系, 广东就是陈济堂, 那么军事上有广西新贵系和广东陈济堂的支持, 政治上有胡汉民, 那么两广基本上就保持了对中央政府的相对独立。 再加上蒋介石正在全力用兵搅供, 因此对两广的半独立状态采取的是一种容忍态度。 那么随着共产党中央红军的威胁, 随着红军的长征而迅速减弱, 那么蒋介石就将他的矛头对向了西南的两广。 他要解决两广割据, 首要的步骤就是拉拢胡汉民。 1934年, 他借国民政府之名, 又胡汉民北上, 胡汉民为为其所动。 后来胡汉民赴欧游历, 1936年1月5日, 他准备回国。 蒋介石特别派司法院长居正, 陈策专程去香港, 准备把胡汉民接到南京, 就任国民党中央常委员会主席。 1月7日, 蒋介石又派魏道明为其私人代表, 持蒋介石的亲笔信赴新加坡迎候胡汉民。 同时, 发电报给胡汉民, 希望他进南京主持中央大计。 那西南方面也派了与胡汉民关系密切的, 西南政委员刘如尹, 潘一之, 林一忠等人, 到新加坡等候。 陈济棠和李东仁白总喜商议, 当时接受了白总喜提出的三点办法, 就是对胡汉民政治上尊重, 经济上支持, 生活上照顾。 1月25日, 胡汉民拒绝了蒋介石之邀, 从香港到广州。 陈济棠为他安排了盛况空前的欢迎仪式, 和大会, 表示西南愿意接受并需要胡汉民的领导。 那么胡汉民就去了广州, 在广州期间, 他和陈济棠, 李宗仁, 这些梁广的军政要人, 经常在一起, 切除磋商政局。 那也正因为他的存在, 蒋介石没有立刻对梁广动手。 但老天爷给了蒋介石一个机会, 1936年5月12日, 胡汉民在跟他的七兄, 就跟他的大舅哥, 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陈忠家中, 和象棋高手潘景仪瞎向棋, 因为奇迹不利, 构思过度, 结果突发脑溢血暴亡。 蒋介石得了这个消息以后, 大喜过望, 因为他知道胡汉民一死, 梁广政治上的那杆大棋就倒下了, 这正是解决梁广问题的大好机会。 5月13日, 蒋介石发电报给陈济棠, 邀请他的兄长陈维舟到南京面谈, 次日陈维舟乘飞机到南京见了蒋介石, 蒋介石对陈维舟说, 中央将对桂林, 对桂西用兵, 但维持广东现状, 叮嘱让他去转达给他弟弟陈济棠。 那么当时陈维舟在南京就得系中央解决西南的三大原则, 一,彻底解决广西李白, 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, 二,驱逐萧佛城等返蒋元老李悦, 三,广东仍维持原来的局面。 当时以广州为中心的中央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, 这个委员会实际上是两广政治上保持半独立状态的一个官方机构, 这个委员会有17个人, 除了两广的主要军事将领以外, 包括已经逝世的胡汉民, 还有就是萧佛城, 唐绍吉等人。 那么蒋介石提出的这个3.1点钟的一条, 实际上就是将中国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, 这个两广半独立政治上的依靠, 彻底击垮。 那么陈维航得到他大哥回来传达的消息以后, 陈维航这个时候想的是, 乐器和新贵器唇齿相依, 如果新贵器垮掉, 广东将不齐后缠。 陈维航这个时候动了心思, 不是投向老蒋, 而是要联合新贵器一起返奖, 因为唇亡齿寒。 蒋介石看见陈维航动作迟疑, 就在5月19日, 以调研胡汉民为名, 派孙科和王冲会到了广州, 要求两广当局加强与全国精神团结。 次日由王冲会出面向陈维航提出了5项条件, 这5项条件是, 一,取消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, 二,改组广东省政府, 省主席林云海调经任职, 三,在西南执行部和执委会工作的负责人, 愿意到南京工作的中央椭园安排, 愿意出国的给预助费, 四,陈维航的第一集团军总司令, 改为第四军总指挥, 各军市长由军委重新任命, 五,统一毕制。 这就相当于要求陈维航, 把广东的军权政权交还给南京, 也就是陈维航必须放弃他南天王的这个位置。 这说明蒋介石已经把, 先广西, 再广东的战略方针, 改为先解决广东, 再吃掉广西, 实现各个击破, 彻底解决两广问题。 陈维航也不是傻子, 他马上就与前来调研胡汉民的白崇喜密伤, 催促李东仁迅速到广州共伤大计。 那么三个人商量, 觉得要想返奖, 必须举起一个能够引起全国呼应的大旗, 那么这个大旗是什么呢? 就是抗日, 只有打出出兵抗日的大旗, 才能够争取到全国民众的支持和响应。 这里我们说一下两广事变, 也就是说乐器, 和新贵器, 举起反党大旗, 举起要求北上抗日。 那么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呢? 还是陈维航, 李东仁, 白龙喜, 害怕蒋介石将他们手中的, 相当于歌迹性质的军政大权给收回去。 一方面, 一方面蒋介石已经真刀真枪的步步紧逼上来,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, 白龙喜认为蒋介石的主要军队都集中在黄河流域, 一来是要西北搅控, 二来要防范山东的韩富举, 山西的延西山, 陕西的张学良和杨武成出现异动, 认为蒋介石没有余力, 可以南犯。 再一个呢, 两广联合打出抗日旗帜, 可以争取到全国的舆论同情, 扩大西南声势, 可以让蒋介石投鼠及气, 向西南让步。 这让我们再接受, 额外的再说两个其他的关于两广事变发生原因的, 比较有争议的话题。 那么第一个就是关于两广事变中, 新贵集合乐器的将领是不是真实的抗日。 因为两广当时和日本的关系十分复杂, 从1932年初起, 日本军部就不断地派代表到广州与陈济堂接洽, 1934年3月22日, 1935年2月13日, 日本第三舰队两次访阅, 陈济堂曾分别与其司令金村寅信次郎中将, 百五元级中将会谈, 1935年3月2日到5日, 日本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肺元先二, 也到达香港、广州和贵岭, 分别拜访了胡汉民、陈济堂、 李宗仁、白冲锡等岳柜要员。 1936年2月, 松井十根大将又在广州访问了陈济堂, 向岳方赠送了枪支约一千支, 子弹220万发及树门山炮。 而新贵集也曾经购买了大批的日本武器和日本的军事教官, 广西的空军也配备了不少日制的战机。 那么为了说明当时广西、 新贵旗和日军的这个关系, 并不是说亲日, 白冲锡还专门提到了, 说这是胡胡骑射, 是借他人的拳头打他人嘴巴等理由。 所以梁广事变要求北上抗日, 李东仁、白冲锡、陈济堂他们是不是要真抗日呢? 我想从整个抗日战争的进展来看, 出身于保定军校系, 出身于各地讲武堂系, 曾经经历过中国北伐大革命时代的这些, 中国军人大部分都是首途有责, 奋勇抗日, 履行中国军人对国家和对民族所应该承担的那份。 这是那个时代大部分中国军人都做到了。 但是在中日战祸、战端尚未开启的时候, 这些中国军人们, 因为在军事实力上的悬殊, 军事装备上的巨大差异, 所以在和日本人打交道的时候, 采取一些虚伪仪, 将计就计, 名义上吃亏, 但实际上, 老实惠这种做法屡见不鲜,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东北大帅张作霖。 而两广事变之前, 两广和日本的关系也属于此类, 实力。 李东仁、白总喜, 这在后来抗日战争中都是抗日的名将, 所以说他们勾结日本人, 这个无从谈起。 但是两广事变所提出的北上出兵抗日, 这里面到底有多少抗日的成分, 多少反蒋的成分, 我认为反蒋的成分还是更多一些。 抗日只是一个大义的旗号, 为的是梁广军事将领了自保。 另外一个关于梁广事变发起的原因中的一个比较有争论的话题, 就是关于陈济堂他的迷信。 陈济堂很信风水命向。 我们之前提到他大哥陈维州, 从小就深信风水命向, 早年还做过阴阳先生, 为人算命看风水, 颇有两下。 那么陈济堂受他的影响, 他也很信任他大哥的这套算命风水之说。 另外一个呢, 当初陈济堂反蒋称霸的时候, 他的好友, 也是他政治上的领悟人古英芬, 曾经用禁木中发掘出的两块砖石, 去蛊惑陈济堂。 因为这两块砖石中有一个客有名文, 叫永家氏天下凶于广州圣且封, 遂赐新位义公王侯臣。 另一块则明文写着, 永家氏天下荒于广州且平康, 遂赐新位义公王侯臣。 那么古英芬当时就跟陈济堂说, 你看, 这是古时代的预测, 说广州的王侯一定会称臣, 那不就是指你吗? 那么陈济堂呢, 本来当时也有心在广州称霸, 所以就是就表示他相信这个古代的预言。 那么陈济堂他深信迷信, 所以他就很迷信他大哥陈薇舟的看相。 11929年蒋贵战争期间, 蒋介石软禁了李继深与汤山, 当时招陈济堂前往南京议事。 陈济堂本来是李继深的部下, 听说蒋介石有诏, 不敢应命, 就派他的大哥陈薇舟前去一探吉凶。 当时蒋介石设宴招待陈薇舟, 允诺陈济堂一旦判李继深, 就让他去代替李继深统领广东海陆共三军。 陈薇舟当时大喜, 他就在席间暗中观测蒋介石的命像, 返越的时候还专门去浙江奉化蒋介石的老家, 去看了蒋介石祖坟的风水。 回到广东以后, 就对他弟弟陈济堂说, 说我看蒋介石气色极佳, 印堂发光, 正行好运, 而且看蒋介石祖坟的风水, 气象非凡, 有云虎之争。 我们断不能跟蒋介石作对, 而且他大哥说, 我也找算命先生, 批过你的八字六年, 指他弟弟陈济堂, 说批过你的八字, 说今年有意外之喜, 正和升官发财, 难千载难逢之机, 宁可负了李奕申, 也要拥戴蒋介石。 那他大哥这番话, 陈济堂当时就亲去了南京, 表示效忠蒋介石, 接受蒋介石任命他为第八集团军, 总指挥之职, 掌管了广东的党政军大权, 也在背后狠狠地插了李奕申一刀。 那么两广事变发起之前, 蒋介石让陈济堂去南京商议事情, 陈济堂也是派了他大哥陈维州, 再次去见了蒋介石, 蒋介石在给陈维州面授三点记忆, 表示要和陈济堂联手去灭了广西县, 那么这个时候, 陈维州又一次给蒋介石向了一个面。 那么当时陈维州看了蒋介石的面相以后, 回来跟陈济堂说, 说蒋介石面有死气, 难过1936年这一关。 那么蒋介石也的的确确在1936年, 遇到了一次大难, 这就是后来的西安事变。 那他们这句算命也让陈维州深信不已, 陈维州本来就觉得蒋介石要收了他的军政大权, 想着如何反抗, 再加上他大哥从算命的角度给了他底气, 于是陈维州就和李宗仁白总体联手, 开始举起出兵抗日的大旗, 发动了两广事变。 当然李宗仁、陈维州、白龙起, 上朗之后决定对福建和贵州方面采取首饰, 对江西湖南方面采取攻势, 粤军主力集中在泉州桂林地区准备进攻湖南。 当时两广方面的兵力, 陈维州第一集团军, 原有三个军, 军长于汉谋, 陈维州, 李阳静, 美军三个师, 还有一个独立师师长是黄认环, 一个教导师师长是宁培南, 一个独立旅, 旅长陈章, 一个警卫旅, 旅长陈汉光, 共计20万左右的兵力。 李宗仁的第四集团军是两个军, 第七军军长廖磊, 第十军军长夏威, 临时又扩变了两个军, 大约有十多万兵力。 那么两广当时兵力总计, 陆军有三十万人以上, 空军广东有六个中队, 司令是黄光瑞, 广西是三个中队, 司令是林伟成, 海军由广东江防舰队, 江防舰队, 舰艇数十艘。 而当时日本也给了陈维唐探力的支持, 给他提供了不少军械, 还运来了两批飞机, 共60架。 所以这也是两广事变当时一直被人诟病一点, 就是你名义上说出要反对日本增兵华北, 实际上背地里你拿着日本人对你的军备和军费的支持。 5月27日, 陈李白以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的名义, 发出了反对日本增兵华北的通电, 打响了两广事变的信号。 陈维唐为了动员将士, 还在他的军校礼堂举行宣誓, 在礼堂上方安置了一个皮质的假人, 上书蒋介石三个字, 由陈维唐唱名, 各军官逐以起立, 宣读于决心效忠党国, 抗日返奖, 拥护陈总司令, 以后如为誓言, 必遭天谴, 天谴之誓言, 然后到假日前, 挥动木剑, 向蒋介石连批三件, 以示仇恨与决心。 那么陈维唐表现了自己的决心, 李宗人白宗喜也不甘落后, 就这样两广同盟成立。 两广成立了抗日救国西南联军, 陈维唐任总司令, 李宗人为副总司令, 联军总兵力三十万。 陈维唐和李宗人命令刘斐, 白宗喜到东江北江等越贵边境试杀地形, 拟定作战计划。 6月9日, 贵军先遣部队进入湖南, 分别占领了永州。 称州, 欲一举拿下长沙而驱武汉。 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湖南城主席何剑。 何剑, 这个湖西的军阀, 老金巨华, 他深知道在局势没有明朗之前, 他投向这两边任何一方都是危险。 何剑当时非常关键, 他手里有兵十万, 而且响泄充足, 他如果依附了岳贵联军的话, 那么就可以兵不雪刃直取武汉, 重演凝汉分立。 但如果他听命中央, 立扛岳贵之师北上, 那么陈李白三个人的大忌, 就可能彻底泡汤。 那么陈李白三个人对河剑也不敢大意, 一方面他们动用武力, 攻城掠地, 逼迫着河剑跟他们结盟, 另外一方面又利用河剑当时, 当年与贵戏的旧关系, 派人劝详, 派出的那个人就是李品仙, 因为李品仙原来和何剑在唐生志手下, 一起做过同杖之将, 交情颇深。 1936年下, 李品仙就到湖南, 觅见了何剑。 何剑当时不敢许诺什么, 他所以一面应付着李品仙, 一方面派他的省府秘书长义书竹去南京请示, 在南京的时候, 蒋介石的态度非常强硬, 拒绝接见义书竹, 二是何剑你看着办, 你要敢反我就算你一个伪逆, 那么何剑心中盘算许久, 最终决定维护统一, 归顺中央, 这样何剑就导向了国民政府中央, 那么蒋介石对于梁广联军北上, 也看得很清楚, 因为虽然梁广事变, 打的是抗日的大旗, 但是明眼人都清楚, 当时中国国内的明白人都很明白, 言在此而意在彼, 在道义上, 梁广举兵已经输了理, 所以蒋介石态度极为的强硬, 一面电令陈记堂迅速撤兵, 一面调兵入乡, 6月10日抢先控制了衡阳, 堵住了两广联军的北上之路, 6月下旬, 蒋介石筹备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, 依然邀请西南派员出席, 台面上我还把你当做自家人, 你虽然举气烦我, 但是我不计前嫌, 我们这是内乱, 可是可以解决的, 这是台面上蒋介石做出的姿态, 但是暗地里蒋介石调及精锐, 准备平探, 再加上和剑明确表态, 倒向蒋介石, 这让蒋介石凶涌成竹, 而且蒋介石在对付地方势力的时候, 早已经驾经就熟, 他在之前已经派了一个人, 蒋伯成常驻广州, 一方面监视陈记堂, 一方面分化瓦解粤军, 这个蒋伯成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大有成效。 他把陈记堂的左膀右臂, 第一军军长于汉谋给说反了, 7月4日, 于汉谋的部队由广州到大禹, 召集全军将士商议, 电告南京, 拥护中央, 集中兵力向南雄韶官挺进, 预队前提堂实行兵舰, 7月6日, 第二军副军长兼东区绥靖主任李汉浑, 挂印离职, 第二天通电返陈, 这两员主将表态之后, 重聚在广州的反蒋政客们纷纷逃命, 陈记堂借以发号施令的西南两机关遂告解体, 同时蒋伯成还以重金收买了两广空军, 7月4日, 陈记堂的空军司令黄光锐, 突然率领四十余架战机, 飞投国民党南京中央, 7月13日, 南京军委会下令免除陈记堂本兼各职, 一缺由于汉谋升任, 最有意思的是, 陈记堂这个时候面临困境, 他依然不忘去问算命了, 当时算命所得是四个字, 机不可施, 陈记堂大惑不解, 说自己已经是命且不保, 危局难逃, 怎么还会有机会, 当时算命人告诉他, 这个机不是机会的机, 而是飞机的机, 告诉他机不可施, 如果你失去了飞机, 那么你就失去了广州, 当时把陈记堂气得够呛, 7月17日半夜, 他把李宗仁叫到他的官邸, 跟李宗仁说大势已去, 予一走了之, 临走他还赠送了李宗仁大洋, 二十万分金丧火, 然后他和他的兄长陈维舟, 紧带了卫士十余人, 登上海火号军舰, 离越去港, 南天王陈记堂掌控广东的风光局面, 就此羡慕, 那么随着陈记堂出走, 新外系独立难支, 很快两广事变就被彻底平息了, 两广事变的影响是非常大的, 首先两广事变使得蒋介石将一部分的军事实力要用到南方, 这给了北上的中央红军极大的喘息机会, 再一个, 之前的福建事变再加上两广事变, 使得中国境内其他的地方, 进军阀, 再次蠢蠢欲动, 这位后来西安事变的发生, 打下了伏笔, 而蒋介石也因为, 接连着平定了福建事变和梁广事变, 也认为, 自己如日中天, 不会再有大的波澜, 尤其是多年的死对头李东仁白荣喜, 还有他当年曾经发家的乐系, 能够归附于国民政府麾下, 这让蒋介石质得意满, 就对张学良, 杨虎成等人, 丧失了警惕, 那么两口事变的正面影响呢, 就是广东广西, 这个曾经的大革命发源地, 北伐的起始点, 在被割据了五年之久以后, 归顺回了南京国民政府, 这极大的提高了蒋介石的军事经济实力, 也提高了他的这个政治威信, 蒋介石曾经在他的日记里写过, 两广收服, 统一告成, 如此大业, 若无大患阻碍, 实为历史鲜有, 那么回过头来再说说, 两广事变到底谁是主导, 是陈提堂呢, 还是李东仁白崇喜, 关于这件事情, 三个人的说法非常的不一样, 白崇喜和陈提堂两个人的说法呢, 都是把两广事变的重要性, 尽量的弱化, 这是因为陈提堂和白崇喜, 后来都去了台湾, 在他们的回忆录里, 他们肯定不会说, 当初是处心积虑的想反讲, 白崇喜的回忆录里边, 对这件事情只字未提, 那么陈继堂在他的自传稿里边, 是这么写的, 予以抗日准备工作已将完成, 抗日时机也已成熟, 即决心派兵实施北上抗日, 同时发表抗日主张通电, 接着他又说到, 说中央认为时机不道, 制止于之行动, 国人亦有误解于之主张, 诸多揣测, 予以耿耿忠心, 既不为中央及国人所谅, 为表扬心计及避免分裂计, 即发表通电, 自动下野赴港, 这是陈继堂自传稿里写的, 这分明就是讲, 说我本来是一片忠心想抗日, 奈何忠心向沟渠, 是因为误解, 才导致我被中央和国人误解, 我也是为了消除这种误解, 才主动下野去的香港, 那么李宗仁呢, 他在他的回忆录里边, 也把这个责任推了一干二净, 而且李宗仁, 正是李宗仁的回忆录里边, 他大量的宣传了, 陈继堂是如何相信封建迷信, 如何相信他哥哥为讲这些算命这些故事, 李宗仁明确的指出, 他和白总喜参加两广事变, 是为陈继堂抬轿而已, 但是李宗仁忘了一件事情, 就是本来蒋介石, 是拉拢了陈继堂, 准备收拾新贵系的, 那么陈继堂可以说, 他因为春王齿寒, 所以拉着新贵系一同返蒋, 但是本来这件事情, 第一个先要被蒋介石, 下狠手的人是新贵系, 而不是他乐系陈继堂, 那李宗仁反过来说, 是陈继堂为主, 他和白总喜为辅, 这就显得有点不合逻辑了, 那么陈继堂的手下, 后来的乐系掌门人于汉谋, 还有乐系的另外一位将领, 李汉浑, 他们都把梁广事变的主要策划人, 推到了白总喜身上, 就他们所说, 在梁广事变发生之前, 白总喜就多次来到广州活动, 和许多乐系将领, 都进行了几个小时的密谈, 对梁广事变的发生, 起了重要的策划推动作用, 这边比较客观公正的说法, 还是后来加入新中国的刘斐, 我们之前讲, 李宗仁他就提到过, 刘斐是当时贵系重要的高参, 那么刘斐他是怎么说的呢, 他这么说的, 当蒋提出彻底统一两广的要求之后, 陈继堂当然不愿意, 贵系则极力主张趁机返蒋, 这个时候陈继堂若不共同返蒋, 将会处于孤立地位, 他敢到与其座椅待王, 不如和贵系一起返蒋, 以便进而争取全国舆论的同情, 扩大西南声势, 进一步瓜分蒋介石的政权, 退也可以使蒋投鼠机器, 多少向西南让点步, 以便维持西南的现状, 他这个说法还是比较公平, 对于新贵系来说, 火烧眉毛, 蒋介石要对他们下手, 所以他们一定要返蒋, 对于陈继堂来说, 淳王齿寒, 所以一定要和新贵系一起返蒋, 因此这两方才一块上了一艘船, 那么另外一方面, 就是要从双方面的政治军事意图, 来看双方在两广事变中所起的作用, 陈继堂, 他的报复, 只是限于广东本省, 陈继堂满足于南天王, 他从来没有想过要跃出省界, 向外扩大权力的欲望, 但是新贵系则不同, 李东仁白宗喜, 从他们后来的表现, 我们都可以看出, 新贵系的政治兴趣, 和他们的报复, 是面向全国的, 而且新贵系的李东仁白宗喜, 他们曾经, 曾经把势力扩展到了全国, 白宗喜曾经一直打到了平均地区, 后来是因为蒋介石, 对他们下手, 他们才被迫, 又缩回到了广西, 尝到了甜头, 就一定会接着想吃糖, 我们可以看到, 无论是福建事变, 还是胡汉民, 率领梁广, 处于半独立状态, 胡汉民都是依赖于新贵系为主的, 虽然胡汉民居住广州, 但是他始终认为新贵系, 是他所倚仗的军事势力的中心点, 虞汉谋曾经也说过, 说李宗人白宗喜都是自命不凡的人物, 绝对不会净处异语为满足, 他们对中央总是怀有二心, 那么陈济堂有广东土皇帝的思想, 与中央总是隔隔不入, 正是因为这样, 贵系与蒋介石的矛盾, 比蒋介石陈济堂的矛盾要尖锐许多, 1930年白宗喜就曾经说过, 广西人是不会投降蒋介石的, 不但现在不投降, 即使将来环境再坏一些, 也是不会投降的, 我们为要争存, 争取生存, 必须奋斗到底, 一息尚存, 此之不语。 那么从经济上来讲, 金贵系要比乐系更加的急迫, 要打开蒋介石形成的经济上的封锁局面, 因为红军长征, 所以蒋介石进而控制了贵州, 那么从颠前经贵运到月乡的烟土收税, 是新贵系收入的主要来源, 烟税占新贵系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, 那么蒋介石控制贵州之后, 贵系的烟税大减, 与1934年同期相比, 1935年的收入不到二分之一, 1936年不到三分之一, 那么从经济上来说, 广西财政开始陷入困境, 所以这个时候迫切的需要返蒋, 打破蒋介石的封锁, 那么对于陈济棠来说, 虽然蒋介石也让他在经济上受了很大的损失, 但是毕竟身处广东, 在财政收入上, 陈济棠所受到的损害, 要远远低于新贵系受到的损害, 包括贵系收入之一, 后礼白黄中的黄旭初, 也在他的回忆录里写过, 说广东领袖返蒋是很不坚决, 这从另外一个角度体现出, 陈济棠在返蒋立场上, 没有新贵系李白二人那么坚决, 由此可见梁广事变, 实际上新贵系是起了主要的推动力, 陈济棠是在蒋介石的步步紧逼之下, 又有着春风齿寒的这种顾虑, 再加上新贵系李白二人的鼓动, 这才登上了返蒋的这条船, 但很可惜连广事变很快就失败了, 而恰恰是陈济棠受到了最大的损失, 丢掉了他南天王的位置, 被迫出逃到香港, 相反来说新贵系李白二人道和蒋介石达成了部分的和解, 没有像陈济棠这样丢得一干二净, 那么陈济棠在下野之后进行了出国考察, 他先后考察了意大利、瑞士、法国、英国、德国、 捷克、奥地利、南斯拉夫、保加利亚等国, 1939月回归香港, 广东军众当局派代表湘汉平、李大超去香港迎接, 协同陈济棠返回广州, 然后到南京去向国民政府汇报考察欧洲的情形, 那么陈济棠这个时候气愤于日寇的侵犯, 与他的夫人莫秀英商议将家产变卖为现款, 捐赠国家抗战之用, 1937年12月4日,国民政府颁令, 行政院成,据财政部部长孔祥锡承报, 陈济棠先后汇捐港币700万元, 充作国防抗战之用, 具情转请,建核特与奖励等, 查陈济棠凯捐款,用及军需, 爱国热忱,身堪加上, 应与特令褒奖此令, 这在当时是一项一举, 那么陈济棠像其他的中国军人一样, 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法, 为中国的抗日战争, 为中国的民族救亡大业, 做出了自己有力的贡献, 那么南京沦陷前夕, 陈济棠随国民政府赴武汉, 1938年1月13日, 成为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, 1939年11月20日, 在中国国民党第五届第六次中央全会上, 当选为中央常委员, 1940年3月15日, 国民政府颁令任陈济棠为农林部部长, 1941年12月23日, 陈济棠辞去了中央常委委员职, 1941年12月26日, 陈济棠辞农林部部长职, 后来他回到广东, 共同创办了珠海大学海洋渔业公司, 以及一个共失业的中上级旧部居住的新村, 1946年, 他任海南特区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, 1949年, 任海南行政长官兼海南警备司令, 1949年4月, 他被国民政府任命为穷衙行政长官, 就任以后, 他大力改善了海南岛的落后状况, 成立了穷衙行政长官公署, 内设军事交通, 民政教育, 财政, 实业, 农民, 卫生和秘书等处, 将穷衙的17个县, 划分为三个行政区, 同时他还用私人的资裁, 支援地方建设, 他并领各县市, 编练不必要的保安部队, 由区保安司令直接指挥, 进脚当时穷衙根据地,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游击队, 那么行政长公署当时还编练了两个美械装备的陆军师, 那后来在建立海南岛防线的时候, 是由薛悦和于汉谋分别任穷衙防御的政府总司令, 陈建堂这个辛辛苦苦建立了海南美械装备的陆军师的地方大员, 反而去命令他专管民政, 陈建堂极为不满, 所以他就把他嫡系的两个师调防到榆林港, 准备逃往台湾, 115年4月海南岛解放, 陈建堂就去了台湾, 他受聘为台北总统府的资政, 他晚年的时候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, 遇在台设德明中学校, 1154年10月3日清晨, 在台北风化区探测办学校址的时候, 突换脑血管, 栓材症, 逝世于当地的村舍, 然后被厚葬于台北市新北头, 在他出殡的时候, 台北和香港都有盛大的送葬仪式, 因为陈建堂在广东有着极高的声望, 1993年随着两岸关系的好转, 陈建堂的墓地从台北市迁回到广东, 湛江市, 麻张区, 湖光岩, 风景区的西侧, 与他的夫人合葬于此, 1997年, 他们夫妇的合葬墓, 被湛江市人民政府立为室文物保护单位, 陈建堂这位南天王, 曾经给广东做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, 但是在大时代里边, 中国这个对军政能力要求极高的舞台上, 陈建堂还是很快的就败下阵来, 那我今天呢, 就与陈建堂的一个趣事, 作为讲陈建堂的结尾, 这就是陈建堂和胡适之辩, 我们都知道胡适是大时代里边中国, 群星璀璨的大学院家中的, 著名的一位, 那么陈建堂当时在广东啊, 他也在广东, 他以传统的中校为主导思想, 提出尊孔议案, 要求全省大中小学校, 一律提倡尊孔读经, 把校经列为中等学校以上的必修课程, 同时研究经历, 恢复孔子关于岳飞的祭典, 1935年的时候, 胡适南下, 他在香港演讲就公开批评说, 说现在广东很多人反对语体文, 反主张用古文, 不但用古文, 而且还提倡读经书, 说我真不懂, 因为广州是革命的发源地, 为什么别的地方已经风起云涌, 而革命发源地的广东尚且守就如此, 这番评论就传到了陈济棠的耳朵里, 陈济棠非常不高兴, 他就强烈取消了胡适原定在中山大学的演讲, 并且驳斥胡适, 这是公开驳斥, 他这么说的, 读经是我主张的, 思考是我主张的, 拜官月也是我主张的, 我有我的理由, 我有两大政纲, 第一是生产建设, 第二是做人, 生产建设就是实施三年施政计划, 可以尽量的借用外国机器, 外国科学, 甚至礼聘外国工程师, 但做人必须有本, 这个本必须要到中国的古文化里去寻求, 所以陈济棠, 这可以算得上中国近现代, 反对全盘西化, 坚持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, 先驱者, 这代新文化运动盛行的时代, 也是一个难能可贵的异类,